来 他们哥 大事不好了 啥事啊 我哥这次来王牌 和俱轩舍过愤怒的海 来呗 哥 我听说啊 曹岛的新片 打出愤怒的牌 也是他主意 哥 这样下去 给你哥怎么掰 他都表情要超过你了 弟弟别慌 我也跟你说个名 曹岛的新片 打出愤怒的牌的男主角 基本上已经定格了 不不不 哥 我跟你说 我刚刚在门外 听到博哥跟曹岛 他们俩的切切似义呢 曹岛 这个你看特别好 这对咱的戏的回馈啊 你看 对咱们的二达充满期待 你说是不是咱把这事定了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想一下啊 沈腾那天还跟我聊了会儿了 沈腾 一直说一起弄 然后也没机会 看看再说呗 咱不首映吗 对对 再看片 咱先去看 一会儿回头再说 不着急 欢迎大家 来到今天的活动现场 今天不光光是 曹宝平导演的新电影 打出愤怒的牌子开机仪式 同时也是他的全新立作 射过愤怒的海的首映里的现场 所以让我们请出这部立作的几位主演 欢迎她们 我在《受过愤怒的海》里面演她的妈妈 顾红 我是严妮老师的和黄渤老师的女儿 娜娜 大家好 我是张又浩 在《受过愤怒的海》里面扮演的是李苗苗 曹导今天在节目现场 她要公布 我们这部新作打出愤怒的牌的 男主演人选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部新剧的两位男主演的候选人 黄渤 这边是福尔摩斯 黄渤 神通 《守门》 父亲 感受到了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 两人目光交汇 视线就如同两把锋利的剑刺向对方 二位候选人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呀 你胖了 我要看是你不想活了 先礼后兵 两个人的争夺 正式开始了 下棋好重 妈呀 Hunger Hunger 还有舞蹈 刚才那一下胳膊没事了 没掰着 各位 刚刚得到的消息 怎么了 在观影播放的过程当中 曹岛的这部悬疑电影的歌 剧本 施切 啥子 谁 谁 谁偷的 电脑里没存吗 没有电子版吗 施切最可怕的是 因为一部悬疑电影的结局 是所有观众最期待的 如果这个结局被提前公布的话 曹岛多年的心血将复之东流 而最大的嫌疑人呢 就是争夺男主角的两位 腾哥和伯哥 今天呢我们也要分成两方阵营 黄色是伯哥阵营 红色是腾哥阵营来进行对决 找出真相就是今天曹岛给各位的考验了 伯哥和腾哥今天的身份都是剧本大道 但是真凶只有一个 而其他的各位都是侦探 任务就是要找出真凶 同时还原整个案件的作案过程 最后选错真凶的人将要接受惩罚 那腾哥和伯哥你们要带领自己的支持者 通过几轮的考验为自己争取辩护时间 每一轮游戏结束 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线索 然后大家分析 并且重新选择战队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一次战队选择 因为没有过多的线索 所以二位第一轮战队拼的就是个人品 反正我没有偷那部剧本 我的天哪 我的反刚太出汗了 人就这么真诚 就这么一句假话 说出来就开始冒汗了 你相爱去 你让人大家选一次 选择 小童 来吧 选择结束 什么 等一下 就连我颜妮姐也走了 不是 唐嫣那么不方便也走了 我又回来了 我也想过去 唐嫣姐你这么不方便走来回穿 那我也想到这边来了 好了 所有人听好 因为后面还有后续的选择的机会 所以第一轮其实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答案 只是拼了一下两位男主演人品的好坏 我觉得没拼出来我俩的人品 大概拼出他们的人品来了 好 好了 第一轮选择已经完成了 我们会按照目前的阵营选择 来进行第一轮的比拼 各位听好 第一轮的比拼考验是和表演有关的 看谁的表演可以完美地传递出正确的情境信息 第一关考验的名字叫做无懈可击 后面的大屏幕上会给出表演的台词 以及说出这个台词的情境 上来的表演者只能说上面的台词 在座的各位要猜出他是在什么语言环境当中说出的这句台词 第一个要表演的是腾哥伯哥 来 台词是你可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你可真有意思 瞧不瞧 瞧不瞧 对吧 这是表演准确 你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那你看真的有意思 你可真有意思 不服对方 茶言茶语 茶言茶语 茶力茶济 谁说茶里茶几 两人互掐吧 互相看不上对方 互相阴阳怪气 对 差不多这个 互相嘲讽 塌ahah 嘲讽两个字完全听回听 嘲讽 嘲讽对方 互相嘲讽一个样 对 尼克真有意思 新的情境开始